据央视11月8日报道 在经过6.5小时的出舱活动后 深州1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完成出舱任务 作为出舱任务中002的王亚平 成为中国航天史上首位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11月7日晚18时21分 作为001的宅志刚手动开启出舱舱门 出舱后宅志刚大声报告 我已出舱 感觉很好 宅志刚出舱后002号王亚平出舱 他不断挥手致意 两名航天员出舱后 先后完成了机械臂悬挂装置 与转接机安装 舱外典型动作测试等任务 此次出舱活动进一步检验了 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 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 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中国载然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表示 宅志刚是中国守卫空间出舱活动的航天员 王亚平是中国守卫空间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她们一起圆满完成了这次出舱活动 地面指挥中心也专门向王亚平送出祝福 热烈祝贺洞里昂 圆满完成中国女航天员的首次出舱活动 为你感到骄傲 专家表示在出舱活动中 女性有独特的优势 她们更擅长交流沟通 语言表达能力更强 这些特点有助于增强航天员间的配合 此前王亚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太空环境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降低她的门槛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